北京时间2024年8月6日消息 巴黎奥运会进入第十个比赛日 中国女牌迎战土耳其女牌 经过五局苦战 中国女牌不敌土耳其 无缘四强 五局比分为25比23 21比25 24比26 25比21 12比15 今天的中国女牌 打得顽强 打得勇敢 打得非常热血 打得让球迷感动 即便输了 但是拼尽全力的中国女牌 依然值得掌声 第一局 共享与斜线率先得分 随后李盈盈发球之间得分 普尔其女牌进入状态 不如中国队 但是她们的双子星 巴尔加斯加卡拉库尔特 火力凶猛 双方比分立刻胶着到4比4 随即朱婷1V1 往前一击中扣 得分 紧接着 袁星月往前拦截成功 横掌士气 中国女牌现在的特点是 多点开花 以前是有困难找朱婷 现在是朱婷关键球星 关键把握 李盈盈则是随时可以一锤定音 后排抄手 另外 公祥宇的斜线越来越好 小分10比10 凋零与灵气十足 她的被飞 以及往前捕捉战绩的能力 都在进步 王媛媛 好样的 看看这位优雅漂亮的副公 篮往后歪脚 毫不在意 马上投入战斗 比赛异常激烈 小分胶着到15比15 17比17 霸气十足 李盈盈一记丁地中扣 得分 霸气2.0立刻出现 朱婷也是立刻中扣 中国女牌火力网全面打开 这就是咱们的英雄女牌 土耳其进攻失灵 赶紧换下卡拉库尔特 中国女牌 趁势抓紧组织轮番进攻 王媛媛大喊一声 漂亮 是的 这样的球就是漂亮 随后土耳其凶狠反扑 但是中国女牌稳住局面 25比23 中国队先赢第一局 大比分1比0 第二局 公祥宇的斜线再次奏效 凋零宇的被飞组织很聪明 土耳其这边开始搏杀 八进四的比赛是残酷的 一场定胜负 一场决定赢家 小分立刻1比4 土耳其反扑有效果 蔡兵指导马上叫暂停 王梦杰的防守越来越好 多次几乎要丢的球 均被她救起 随即土耳其第二轮次攻击波 不断冲击中国女牌的防线 这一段中国队压力很大 但是中国队仅要比分 4比8 期间朱婷的小表情还是那么可爱 李盈盈 妹妹打球的投入度 专注度 以及关键点的下手拿捏 是她2018年 进入国家队以来最好的时刻 小分8比14 在多回合的防守和进攻中 中国女牌的起跳时间点 把握得不好 多次往前的拦截 就差那么一点 但是即便如此 即便困难 中国女牌一分一分地紧咬 一分一分地狠追 11比15 13比16 丁霞 郑一新马上替补上场 改变战术 宝费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